今天之世界已非昨日之世界,今天之中国更非西比。 若日方挑动地区紧张局势,无法谋其力,只能受其害,最终将自毁国运。 最近,日本政府在美方煽动下对中态度渐趋强硬。 刚刚通过的2023年版防卫白皮书中,日本更是直接将中国定位为前所未有的最大战略挑战。 可以明显看出,这一定位表述中,前所未有最大战略等词汇均在夸大中国大陆的所谓对日威胁, 也在向舆论释放日方当前所意想出的对中恐惧感。 相应的,该定位也将成为日本增加军事支出,获取自卫队更多军事自主权, 甚至突破攻击性武器装备限制的理论依据。 历史总是惊人相似,日方这一操作不禁让人回想起其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中叶所奉行的大陆政策。 这一主张同样源自日本对国土面积狭小、资源贫乏等问题的自我危机感, 最终却成为日本向大陆国家进行武力扩张的侵略总方针。 在当前国际局势剧烈变化之时,一些日本右翼政客似乎又看到了可以大干一场的机会。 他们在美国围堵中国战略的掩护下,偷偷煽动着军国主义复辟的火苗,以待食变, 尤其对台湾问题表现出极大热情。 对此,中国驻日本使馆发言人28号强调,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, 事关中日关系基础之基础是不可逾越的红线。 国防部发言人谭克菲则指出,台湾是中国的台湾, 一个中国原则事关中日关系政治基础是不可逾越的底线。 日方在台湾问题上对中国人民负有严重历史罪责, 近年来不但不反攻自省,反而不断干涉中国内政, 违反国际关系基本准则,违背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精神, 破坏中日关系政治基础,加剧台海地区局势紧张, 这是极其错误和危险的。 我们要证告这些企图搞事的日本政客, 今天之世界亦非昨日之世界, 今天之中国更非西比。 若日方固守错误对华认知, 刻意渲染所谓中国军事威胁, 抹黑炒作中国军队正常的建设发展和军事活动, 粗暴干涉中国内政,挑动地区紧张局势, 无法谋其力,只能受其害。 最终将自毁国运,再次陷入重大危机之中。